男的嘛 是重庆跟成都 这个路中间的一个村庄的人 但是带了一个 西双办案到了锦绒已经十多年了 但是他就是靠近都在今天搞这个东西 在成都嘛 他算是一个很大盘的效益 陈清智最后表示 愿意带罪立功 配合警方将供货的上家 和接货的下家抓获 而就在此时 陈清智的手机响了 这个电话会带来什么讯息呢 关键时刻 一个电话牵出新的线索 好嘛 那就叫我接触回来 我们见那边再做一处再打算嘛 昼夜间场 开始一场显现还生的日常 一个是逃跑 一个是自杀或者是反抗 也有这种可能的 追尼造天牙 天坊栏目正在播出 正当犯罪嫌疑人陈清智 表示愿意配合警方的工作时 他的手机响了 牙龙啊 我真的急病急死啦 牙龙啊 我跟你讲啦 这不急啦 因为啊 我是为了安全嘛 还有我这 我困了嘛 我是所以说慢 慢一点到呢 比较安全嘛 对对对对对 我是会 为了安全期间嘛 我会把那个后送到的 你放心你放心 可以可以可以出这样啦 等我电话去对啦 对啦 对啦 你那两只手机怎么又关了呢 他买一家他 他在顶货 他在 他很着急嘛 他在等着在 在结束这批货 根据通话情况分析 陈清智被抓的消息 应该还没有走动 摧毁整个贩毒网络 还大有希望 为此 玉西市公安局 将案件立为 1110特大贩毒关案 调动禁毒支队 行政支队等部门的 三十多位民警 侦破这个案件